人到老年 为了拥有一个幸福祥和的晚年 我们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 只从事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绝不涉足有害无益之事 在老年 我们应坚守三种钱不花 三种地方不去 三种事情不做的原则 只有如此 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首先 三种钱不花 一 早年积攒的财富不可轻易挥霍 随着年龄增长 除了有限的退休金 老年人很少有其他经济来源 因此 珍惜早年积累的财富尤为重要 老年人积蓄的多寡 直接关系着养老保障的可靠性 只有拥有充足的积蓄 才能在面临晚年风险时 从容应对 随着年龄增长 罹患重疾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缺乏足够积蓄的老年人 可能会束手无策 只能听凭命运安排 为了能够健康长寿地活着 老年人应珍惜自己的积蓄 因为老年人手中的积蓄 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自己的生命 其次 除非必要 我们应避免轻易动用儿女的钱财 就像父母的家 永远是儿女们的港湾一样 而儿女们的家 则不一定是父母的避风港 父母愿意为子女花钱 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但儿女们的财富 却不一定是为父母准备的 父母的慷慨是对子女孝心的体现 而子女对父母的资助 则是孝顺之心的表达 我们应认识到 当我们年老体衰 失去自理能力时 儿女们对我们的意义 就显得尤为重大 她们的孝顺将成为 我们晚年生活的支撑 让我们在衰老的岁月里 得以依靠 甘蔗并非两全其美 生活中需要辩证 看待许多事情 作为普通人 我们只能选择最需要的 放弃次要的 才能实现真正的愿望 其三 不要花在有害无益的东西上 在老年时 我们不应该花钱 在有害无益的东西上 不要轻信推销人员的骗术 购买没有效果的保健产品 也不要听信谗言 参与高风险的投资 在晚年 如果想要过着稳定祥和的养老生活 就要远离那些用骗术和手段 掏空我们钱包的人 如果我们意志不坚定 导致财产严重损失 后半生将只能是痛苦的煎熬 不去三种地方 一 不要去让自己感到不快乐的地方 晚年来临 维系良好心境至关重要 因为心情畅快 是老年生活中的关键一环 积极的情绪是健康的护盾 也是长寿的秘诀 确保晚年生活幸福的基本保障 为了保持长期的愉悦心情 我们应避开那些 可能导致不快感的场所 避免给自己带来负面情绪 到了晚年 除了维系亲情 我们不必再委曲求全 应该更加善待自己 对于那些让我们感到不愉快的地方 尽量避免前往 其次 我们应远离是非之地 在晚年 避免涉足那些容易引发是非和纷争的场所 一旦口出狂言 往往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扰乱平静的晚年生活 总之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都应尽量减少 前往人流众多 嘈杂混乱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往往是非之源 尤其对于身体虚弱的老年人来说 与低素质的人发生冲突 可能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不要冒险 在晚年 我们应避免前往 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地方 作为老年人 出行时应选择平坦的地方 进行观光旅游 而不是前往险峻的山水之间 尽管名山大川的景色美不胜收 但并不适合老年人 老年人行动不便 容易发生意外伤害 如扭伤和骨折 老年人的康复能力较差 一旦发生骨折 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给晚年生活带来潜在危险 三种事情不要做 一 不要过多干预他人的事物 许多人将人生比作四季 包括春夏秋冬 当我们年岁渐长 便进入了人生的冬季 人们常说春季萌发 夏季养育 秋季收获 冬季储藏 因此身为冬日的 我们应该顺应自然规律 需进行储备和修养 作为老年人 我们的生活主旋律 是守护而非冒进 既然岁月不再赋予我们攻击的力量 我们应该尽力守护自己 而最佳的自我保护方式 便是少插手所示 让后半生在宁静的氛围中度过 其次 不要困于细节之中 年迈之际 疾病将逐渐缠绕 在这种情况下 老年人往往亦陷入悲观情绪 觉得晚年生活毫无意义 沉緬于郁郁寡欢之中 晚年来临 我们不应陷入沮丧的细枝末节之中 我们应明白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 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既然必然要面对 为何不获达一些 勇敢地接受自己 日渐衰老的现实呢 人生不论痛苦还是快乐 每一天都是珍贵的 为何不选择开心地活着呢 人到老年 积极的生活态度 不仅能增添生活乐趣 还有一身心健康 因此 作为老年人 为了拥有一个愉快快乐的晚年生活 我们务必保持乐观开朗 切勿沉緬于郁闷的心境 三 不要在子女面前显老卖老 作为老年人 我们应该明白 和子女保持友好关系的老人 永远比在他们面前唠叨指责 表现得老太隆中的老人更受欢迎 也更得到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到了晚年 我们不再是子女们的依赖 相反 我们更需要依靠他们 随着年龄增长 活动能力的减弱 和身体健康的下降 子女们终将成为我们晚年 最需要的支柱 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 认清了这个现实 我们就会明白 若想在晚年有所依靠 便不应整天摆出长辈的姿态 指手画脚的对待儿女 仿佛他们是我们的私人财产 这样的老人 最终只会面对孤独与疏远 要明白 若父母希望与成年子女 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 就必须建立在 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若父母强行要求子女 无条件服从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结果只会让子女 对父母产生疏离感 无法真诚地孝顺父母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 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 智慧的老年人会明白 何为所当为 何为所不为 人生走到后半程 我们应该更加洞悉其中 精心安排生活 珍惜与子女间的情感 让生命更轻盈愉悦 多些惬意 少些忧虑 在有限的岁月里 我们应该更加关爱自己 给予更多温暖 这才是晚年最应该做到的 老了也不指望 你给养老 说这种狠话的父母 最后都怎样了 老了也不指望 你给养老 说这话的老人 也许当时就真的是这样想的 老了以后靠自己 不想依靠儿女们 给自己养老 尤其是那些强势的婆婆 她们在儿媳年轻的时候 不想帮忙给带孩子 经常会用这样的话语 告诉儿媳 说自己老了 不指望儿媳给自己养老 那么 说这种狠话的父母 老了以后都怎么样了呢 四十八岁的温女士 当年婆婆嫌弃 我们不如歌嫂有本事 可老了却赖在我家不走 我家婆婆今年七十二岁了 身体还算可以 只是老公公过世以后 她就非要住在我家养老 说什么也不去老大家 我婆婆有三个儿女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我家老公是老小 我们两个人 也就是普通的公司职员 收入一般 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靠着薪水过日子 我生完女儿半年后 想着让婆婆帮忙 带一段时间的孩子 可婆婆却用我老了 不指望你给我养老为理由 拒绝帮我们看孩子 当时也没有多想 可婆婆却天天给大嫂接送孙子 那时候 大嫂的儿子已经上了幼儿园大班了 即将是个小学生 我觉得婆婆太偏心了 也许是因为当时大哥是单位里的领导 嫂子家里也是干部吧 婆婆觉得自己可以依靠他们养老 就不看好我们 我们夫妻两个到着班工作带孩子 没有经历过的人 根本体会不到那份心酸 岁月如梭 转眼婆婆老了 公共过世了 婆婆跟老公说 以后就指望我们给她养老 非要搬到我们家里居住不可 还要把她自己的退休金卡交给我 我没有要 告诉婆婆 你自己拿着吧 想买些啥自己方便 这么多年过去了 婆婆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年说过这样的话 也许是真忘记了 也许是故意装糊涂 不管怎样吧 为人子女的 该孝顺还是要孝顺的 毕竟老人是走下坡路 人生十日不多了 况且 现在的婆婆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强势 更多的是 小心翼翼地说话 让人看着很少心疼 其实 这人啊 什么时候 都不要说过头话 人生那么长 谁知道 未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还是多些善心的好 彼此好好地善待对方 不论是父母子女 还是婆媳 都要好好地对待彼此 来日不方长 彼此珍惜今世的情缘 52岁的周女士 当年父母说 找你婆婆去带孩子 我有儿子 不用你给养老 现在却在我家住了十年 52岁的周女士 说起自己的父母 也是一脸的无奈 当年周女士的 婆婆公公在偏远老家 根本不可能来这里 帮她带孩子 自己的母亲 那个时候 刚好退休了 就想着 反正哥哥家的侄子 都上学了 请母亲帮忙 带上一两年孩子 也就大了 当周女士夫妻两个人 买了很多东西 回娘家跟父母说 这个事情的时候 父母居然都是一个 口吻的回答 我们有儿子 将来不用你给我们养老 你找你家婆婆带孩子去 我们不管 当年的周女士 是哭着从娘家出来的 那份酸楚到现在依然记得 周女士的老公 心里也是酸酸的 后来周女士请了一年多的假 自己把孩子带到一岁半 送进了幼儿园保育班 十年前 周女士的父亲因一场意外走了 留下母亲一个人生活 本来是跟着周女士 嫂子一起生活 可因为生活里的鸡毛蒜皮的事情 周女士的母亲跟嫂子脾气合不来 只好让周女士的母亲自己单独居住 周女士的母亲一场疾病后 就跟周女士商量着 跟她一起居住生活 因为当年的事情 周女士的老公心里 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在家里 很少跟老人说话 没有办法 周女士只能做思想工作 慢慢地周女士老公 才接受老人 其实 什么时候 作为老人都不要随意地说过头话 尤其是在孩子最困难的时候 你帮她一把 她会记得你一辈子的好 可你伤了她的心 也会被记得很久的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说 天下没有不好的父母 只有不孝的儿女 可人与人之间还是相互的 你帮我一把 我敬你一仗 周女士说 现在母亲在她家住了十年 自己也会在开心的时候 逗母亲 你们当年不是说不用我们给你养老的吗 你们有儿子 不需要我 现在怎样赖我家不走了呢 母亲就会笑着说 那可不是我说的 都是你们父亲说的 你找她去讲理吧 生活就是这样 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勾勾侃侃 需要帮助的时候 彼此帮忙一下 大家日后都好见 写在最后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都是慢慢相处来的 如果一开始就要拒人千里的话语 伤害对方 就不要怪别人记得 你所说过的话 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 不要说这样的话 很伤人心的 谁在这个尘世间都需要别人的帮助 谁也都会有老去的那一天 我始终觉得能够成为一家人 是前世不知道修炼了多少回 才能够有这么深的缘分 彼此要好好地珍惜 老人善待儿女 儿女孝敬老人 这样的家庭才是人间最和睦美好的 也是人人期待向往的家庭 现在的单身老人 为什么都流行请保姆呢 三位保姆说出实情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 那些雇保姆照顾自己的老人们 基本上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 毕竟 保姆的工资不低 若不是没办法 谁也不会跟自己的钱过不去 可是 如今社会上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很多的单身老人 他们虽然能够照顾自己 却仍然要花大价钱 雇保姆回家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三位从业多年的保姆说出实情 赵阿姨 我今年38岁 从事保姆行业 已经有十年时间 在我照顾过的老年人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失去了自理能力的老人 可是 近几年 我却意外地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单身老人 他们虽然身体健康 完全有能力照顾自己 却也迈入了雇保姆的行列 其中最典型的 是我的雇主陈大伯 陈大伯雇我做保姆那年 仅仅才60岁 他虽然很年轻 身体也很硬朗 却仍然每月花费5000块钱的工资 将我请回家 我目前的雇主 是63岁的陈大伯 陈大伯自从老伴因病去世之后 就一个人过着独居的生活 在陈大伯家里做保姆 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 因为我除了给他做三餐饭 将家里收拾干净之外 就没有太多的活 以前 我照顾那些 不能自理的老人的时候 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的 除了日常的买菜做饭和收拾屋子 我还要不停地给老人翻身 换成人纸尿裤 给他做好身体清洁的工作 那时候的我 每天都像是打仗一样 累了一天之后 晚上躺在床上 身子就像是散了架 要不是为了挣钱 我恨不得第二天就辞工 正因为有了以前那些不堪的经历 所以我格外珍惜照顾陈大伯这份工作 希望能够长久地在陈大伯家里干下去 然而 当我发现 陈大伯顾保姆的本意并不是干家务 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后 我就此打消了在他家里继续干下去的念头 我在陈大伯家里待的时间越长 他对我的态度就越来越轻挑 有一次 我做好了饭 招呼陈大爷上桌吃饭 可他非要我将饭碗递到他的手里 否则就不吃饭 我没多想 就将饭碗递到他的手上 谁知他顺势抓住我的手不放 还不断地说他喜欢我 让我做他的女人 陈大伯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我给吓坏了 我挣脱他的手 骂他心思坏了 我是做保姆的 他不可以对我这样 陈大伯不甘心 又想拉我 我说他如果再不放手 我就告诉他的儿女们 他才无奈地放了手 为了避免被骚扰 我断然提出辞职 陈大伯为了报复我 扣了我好几百块钱 后来 我听熟人说 陈大伯新雇的保姆 仅仅坐了三天就走了 他疑惑地问我 陈大伯为人和善 家里的活也不多 为什么他家的保姆 都干不长呢 我的回答只有一句 那就是他雇保姆的本意 是罪翁之义不再久 刘阿姨 我今年四十二岁 如今在独居的 闫奶奶家里 已经坐了五年的保姆 闫奶奶是一个慈祥的老人 我在她家里生活得非常愉快 闫奶奶的身体很好 虽然她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却依然耳聪目明 记忆力比我还要好 她是一个有文化的老人 退休前是大学教授 退休工资很高 闫奶奶的老伴 在五年前因病去世 她有一儿一女 儿女们都在国外工作和生活 闫奶奶说 自从她老伴去世之后 她就总是感到孤独和寂寞 于是就想到顾保姆陪伴自己 我在闫奶奶家里做事 每个月能够拿到六千块钱的工资 我虽然挣着高薪 却不需要做很多事情 因为所有的家务事 闫奶奶都会跟我一起做 闫奶奶是一个闲不住的老年人 她说做家务事不仅可以锻炼身体 看到家里被自己收拾得窗明激进的 还会非常有成就感 闫奶奶经常抢着跟我做家务 让我感到非常不理解 我问闫奶奶 既然你什么都会做 也愿意做 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钱顾保姆呢 闫奶奶告诉我 她之所以顾保姆 就是希望让自己有一个陪伴 只要有一个大活人在她身边晃荡 她的心里就会踏实很多 她说自己住着那么大的房子 如果身边没人 她会感到害怕 特别是生病的时候 由于儿女们都不在身边 如果家里没有保姆 她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她说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虽然我在家里没做什么事 但是我的存在 就是她的定心碗 正因为我时刻陪伴在她身边 所以她才能够安安心心地 享受晚年生活 自此之后 我就彻底明白了闫奶奶的良苦用心 对于闫奶奶来说 保姆存在的意义 陪伴的价值 远远大于照顾的价值 严奶奶不缺钱 所以才会宁愿花那么多的钱 雇保姆 也要给自己买一个心安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有质量 陈阿姨 我今年51岁 目前在王大伯家里做保姆 王大伯今年才61岁 却早早地过上了雇保姆 照顾自己的生活 王大伯的老伴在去年因病去世 老伴去世之后不久 王大伯就将我请回了家 他每个月发给我五千块钱的工资 让我给他买菜做饭和收拾屋子 我每天白天在王大伯家里做事 晚上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休息 由于王大伯家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家务是不多 做起来非常的轻松 我曾经问过王大伯 既然家里的活那么少 你的身体也相当不错 为什么不自己把家务给做了 这样就可以省下雇保姆的钱 王大伯说 他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做家务 老伴在世的时候 他在家里是甩手掌柜 家里的活权都是老伴做的 他连最简单的洗衣服都不会 老伴去世之后 他曾经试着自己做家务 可是对于他来说 做家务比研究科研项目还要难 并且由于整天都忙于家务 让他的心情非常糟糕 严重地影响了他晚年的生活质量 所以他宁愿雇保姆做家务 也不愿意为了省钱 就自己动手做家务 他说钱是为人服务的 他上半辈子努力挣钱 就是为了下半辈子 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 我非常羡慕那些不缺钱的老年人 因为我不可能像他们那样 雇保姆照顾自己 我不仅不能雇保姆照顾自己 我还要努力做保姆挣钱 我活一天 就要为儿子奋斗一天 儿子娶媳妇欠下的债 我这辈子都还不晚 皆属于健康的单身老人 他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雇保姆呢 原因有以下几种 一 失去了老伴 想通过雇保姆 给自己找到心灵的慰藉 二 儿女长期不在身边 雇保姆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三 厌恶做家务 雇保姆完成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老年人通过雇保姆的行为 提高自己晚年的生活质量 只要不存在不良的动机 就是一件非常值得提倡的事情 毕竟 老年人辛辛苦苦大半生 让自己在人生的后半程 好好地享受生活 才是最可贵的养老方式 故事 五十八岁阿姨 我不图钱不图房 对再婚老伴只有四个要求 晚年再婚都是有所图的 有些人是为了友人照顾 有些人是为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还有一些目的比较纯粹 就是想找个人一起养老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晚年再婚能够幸福的不多 原因在于把个人利益 看得比家庭利益更加重 不愿意用心经营生活 但就算是这样 很多人还是不受影响 坚持再婚的想法 每个人对自己的另一半 都是有要求的 这关乎着以后的生活质量 五十八岁的许阿姨倾诉道 我也希望以后的人生 能有人陪我度过 我不图钱不图房 对再婚老伴只有四个要求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许阿姨对再婚老伴的要求 到底是怎么样的 讲述人 许阿姨我姓许 今年五十八岁 三年前我前夫跟朋友 去爬山的时候 去了意外去世了 我们夫妻俩感情虽然不深 但好歹也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对于他的离世 我还是很伤心的 很多人丧偶后都会在找 不过我当时并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老早就想过 要跟着儿子一起养老 跟儿子在一起养老 自然没必要再婚 前夫去世后不久 我就去了儿子家生活 当时我带了一屋子的行李 因为以后的生活都会在儿子家度过 可谁知我在儿子家住了 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住不下去了 做不下去的原因 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不孝顺 其实儿子儿媳都挺懂得感恩的 很多做父母的在儿女家住都是当牛又做马的 但我儿子儿媳并不会这样对我 我想干就干 不想干他们也不会说什么 我也不需要花什么钱 想吃什么他们都给我买 我的退休金都存着 但我还是觉得在儿子家过得不太舒心 他们的作戏习惯跟我的相差甚远 年轻人可能都喜欢熬夜 儿子儿媳也有这个坏毛病 我平时九点钟就休息了 有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 还听到他们在说话 据我了解 我每天都是十二点多将近一点才会睡觉 早上如果不上班的话 可能睡到大中午才会起床 连早餐都不吃 这样做对身体很不好 我有时候就会忍不住说他们 当然我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可年轻人就是讨厌被父母唠叨 我说得多了 他们反而不开心 我们的口味也不相同 我饮食比较清淡 但儿媳就比较重口味 特别喜欢吃辣的东西 儿子跟他在一起 久了也受了影响 我做的饭菜他们不喜欢吃 他们做的我又吃不惯 我们真的有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了 我感觉在儿子家的日子过得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自在 所以在儿子家住了还不到一年时间 我就放弃了在儿子家养老的念头 一个人的生活虽然也很舒坦 但是遇到什么事也没个帮忙的人 凡事都得自己操心 感觉还是有个老伴会好一些 所以最近我就有了找老伴的打算 我其实就是希望有个知冷暖的人在身边 以后的日子能够好过一些 我对再婚老伴的要求也不高 我不涂他的钱 也不涂他的房 生活费我也可以全出 只有对方能够符合我的四个要求就行 一 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 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 我不喜欢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我觉得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生活很痛苦 我的前夫就是一个这样的男人 当初我们俩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只短短了解了一个多月 就领证结婚了 结婚以后 我才发现我的决定太草率了 我对前夫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没结婚的时候 他对我温柔又细心 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可是在一起生活以后 我才发现他当初的好 都是装出来的 只是为了让我跟他结婚 他这个人很大男子主义 对我这个妻子很不尊重 总觉得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家里主要都是靠他在养 所以我就得什么事都听他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保姆一样 以前我也想过要离婚 但是身边的亲人都不赞同 就连我的亲生父母也很反对 所以这么多年我都忍了下来 如今能够重新选择 我一定不会再找这样的男人 我的另一半必须要尊重我 平时要懂得关心爱护我 家里的琐事也要懂得为我分担 不能什么事都让我这个做妻子的操心 二 不能要求我伺候公婆和帮忙带孙子 跟我同样年纪的很可能也还有父母 如果父母还在的话 也不年轻了 很可能已经到了要人伺候的时候 我是不愿意伺候公婆的 毕竟这本来就不是我的责任 不过如果是偶尔帮忙照顾两天 我并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让我接到身边全天伺候 肯定是不行的 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老男人丧偶后 在找都是为了子孙 就是徒对方能帮忙带孩子 这种男人我肯定是不可能考虑的 毕竟我前面已经说了 我找老伴并不图对方的钱财 我只是想给自己找个伴 如果再婚还要帮忙带小孩的话 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个要求太过自私 但不管怎么说我 还是得为自己考虑 不可能因为再婚老伴 让自己过得这么辛苦 三 身体健康 热爱运动晚年最重要的 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现在很多老年人刚退休后不久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生活 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每天都活在痛苦中 最难受的是还要拖累子女的生活 相信没有一个老人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可以说身体健康 就是晚年最宝贵的财富 我如今的身体素质很好 今年虽然已经有58岁了 但我平时比较注重养生 而且也很热爱运动 再加上我还有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 所以我看起来真的一点也不显老 很多人都以为我才四十出头 这一切主要都是因为我注意保养 所以才会有一个这么好的身体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跟我一样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幸福 它也能够陪我走得远一些 也得和我一样热爱运动 这样我们在生活中 才能有共同话题 有助于加深我们的感情 四 喜欢摄影 我很喜欢出去旅游 一般人家出去旅游 都要拍照记录 以后再回头看 真的感觉挺美好的 我也是很喜欢拍照的 但是我的拍照技术很差 跟我玩得比较好的姐妹也一样 所以每次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 都得专门请个摄影师帮我们拍照 每回都得花不少钱 如果我的老伴是一个会拍照的人 以后我俩一起出去旅游就方便了 而且平时生活中 他也能够帮我记录 我虽然自认为自己要求不高 不过这段日子以来 我真的没有遇到过 完全符合我这个要求的相亲对象 想要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老伴 真的挺难的 故事 51岁女保姆哭诉 伺候70岁的瘫痪大爷 每月工资过万 我却想逃离 众所周知 现在做保姆那可是一个很吃香的职业 首先他们的工作很简单 做做饭扫扫地 陪陪老人 带带小孩 并且包吃包住 还工资贼高 就拿我们这个二三线城市来说 做保姆随便一个月就能拿到五六千元 有些特殊的保姆 更可以达到过万的月薪 那么这么好做的工作 想必很多保姆都会做得很开心吧 毕竟工作这么轻松 工资又高 还能跟雇主吃香的喝辣的 然而 我们所想的 只是保姆工作中好的一面 现实生活中 很多保姆从业者却做得比较辛苦 在外人看来 他们工作轻松又高薪 但实际上 往往工资越高 雇主就越难伺候 我们小区 一位从事了五年保姆的何阿姨 她就对现在的工作很是抱怨 她说 我以为伺候一位七十岁的瘫痪大爷 每月工资过万 我会做得很开心 但半年后 我却想逃离 不干了 为什么何阿姨做着这么高薪的工作 会舍得不干了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 下面就来听听何阿姨的保姆的故事 来自何阿姨的字数 我今年五十一岁 四十六岁以前 我们一直和丈夫在农村务农 靠着种果树和种粮食 养活一家老小 那时候 我们生活得不比城里人差 因为以前的果子价钱好 吉姆的果子源 随便一年就能收入八至九万元 然后我们再卖点粮食 卖点蔬菜 基本上就能把生活过得很滋润 然而 随着现在种果树的人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人都喜欢往网上买水果 搞得我们这些老农民不好做 每年果子丰收时 都卖不到什么好价钱 有时候为了不亏本 只能凭着成本去卖 所以 五年前 果子连年收入不好 而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大学了 开支很大 我就不得不脱开身来 选择去城里打工 而丈夫就留在家里 照顾老人和种果树 由于我只有初中文化 去到城里找工作非常不顺利 想去做的别人看不上我 而适合我去做的 我又觉得工资低还很累人 当时什么洗碗的 清洁的 洗脚的等等都做过 但都没坚持太久 大概做了一两个月就不干了 可能有人会说太矫情 没文化还这么挑剔 其实不是我挑剔 而是做这些工作的很累 工资又很低 我回家种菜卖 都比干这些多 正当我为找不到好的工作 而烦恼时 一位老乡就介绍我去做保姆 说像我这样农村出来的 肯吃苦又能干的中年妇女 非常适合做保姆 而且工资也比我 做洗碗工多得多 她当时就随便晒了下她的收入 一个月足足有七千多 这可把我心动坏了 二话没说 第二天就去家政公司培训 并且培训完 我就分配到了一份工作 当时是做白天保姆 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的 给老夫妻做两餐饭 并陪他们到处溜达 工作很简单 工资也低一些 每月四千五百元 但是我却觉得很不错 至少比我做洗碗工强得多 后来 我陆续做了好多活 每次接新活工资待遇 都会增加很多 我记得第二年 我的工资也达到了七千元 那时候开始 我们家的生活 也随着我的工资增长 而变得很滋润 当时 很多亲戚朋友都很羡慕 说我做保姆真是太赚钱了 随便伺候下老人 做个饭做个家务 就轻轻松松拿七千八千的工资 但实际上 我做保姆却没那么容易 对外 我总是会说做保姆轻松 这只是为了让自己赚足面子 而现在工作中呢 我却做得很艰苦 这艰苦不是说钱 多钱少就能平衡的 就比如我今年接到的一个新活 那是照顾一位 瘫痪老大爷的活 每个月一万元工资 两天假期不休息 还会加一千 这也是我从事五年保姆以来 拿的最高工资 当时我跟很多亲戚朋友的想法 是一样的 觉得工资高 我就会做得很开心 但真正照顾了这位瘫痪大爷后 却让我感到煎熬和痛苦 这位雇主叫唐大爷 七十多岁的退休教授 很有钱 退休金一个月就有一万多 房子也有好几套 两个儿子也相当优秀 一个在一线城市里工作 一个是大学老师 一个是建筑工程师 且都有很多钱 然而 唐大爷家不好的就是 老伴早逝 他自己也在去年不幸车祸 导致双腿瘫痪 余生只能只能靠轮椅行走 本来两个儿子这么优秀 唐大爷就可以跟随儿子生活的 并得到儿子的照顾的 但是唐大爷是个性格古怪的老人 宁死也不肯离开和老伴同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 而他的儿子也不可能放下工作回老家生活 于是就请我来伺候唐大爷 这也是我第一次接瘫痪老人的活 以前一直听同事说 他们最喜欢照顾瘫痪老人 工资高 且自由的时间多 每天把雇主喂饱了 哄睡了 其他时间都是自己安排 所以 我接手唐大爷的保姆工作后 我也这么觉得 想着万元收入 心里更是美滋滋的 还打算要伺候唐大爷到百年呢 但是 伺候唐大爷大概两个月后 我就发现 伺候正常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的差别太大 说是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工资很高 活很少 但我照顾唐大爷 却感觉比伺候正常 老人还多事 每天简直就像干两份活一样 十分劳累且憋屈 我在唐大爷家里的工作 每天都是繁忙的 从早上六点多起来 一直干到晚上十点多 都还停不下来 唐大爷很讲究 天天早上都要喝现熬的砂锅粥 或者现包的饺子 这搞得我一大早就要忙忙碌碌的 其实包饺子还算简单的 三两下就包好了 最难的还是他要的砂锅粥 每次大爷都要求我熬粥时的不停地搅拌 要把粥熬到软烂粘稠不粘底 一次没煮好 就要煮第二次 每次熬粥把我搞得一身汗不说 还手臂酸痛 其他两餐也是很多要求 一会说中午不能吃太素 一会又说晚上不能吃太荤 还有青菜 他从来不让我用油锅炒 每次就开水烫熟 泼点蒸鱼齿油 就这样吃 其实这样讲究 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是教授 会养生 会享受生活 但是让受不了的 还是唐大爷那整天 巴唧巴唧的嘴 伺候他 我就像时刻待命的机器人 随时要被抓去干活 家里就我们两个人生活 而唐大爷却要我每天都要打扫卫生 不管有没有垃圾 要做做样子扫一下 然后拖一下 几乎没用过的桌子 也要我天天擦 说什么有灰尘 那些什么被子 枕头 也是一个月要换洗两次的 更荒唐的是 时不时看我很闲 就要我去给家里绿植擦树叶 搞得我一天到晚 没得闲 平时做完这些家务事 唐大爷还会制造很多活给我 一会要我给他按按腿 一会又叫我带他去溜达公园 一走就是好几公里 一会又要我陪他看无聊的戏剧 不看还会被他骂 刚开始这些都还好 默默忍受几天就会适应 可是唐大爷总见不得我舒服一下似的 以前没完把他送进房间 给他穿上纸尿裤休息后 我就可以解放去好好休息的 结果上个月开始 唐大爷开始说不想穿纸尿裤了 每次起夜的时候 就要把我唤醒 让我服他方便 而唐大爷本身肾也不好 一晚上最少要起夜两到三次 搞得我常常睡不好 原本低血压的我 也标出了高血压 最近唐大爷还妄想能站起来走路 每天要我扶着他锻炼 说实话一声 都说他不可能了 可他偏偏就不信 天天都要尝试站立 他站不起来 就要我抱着他 他虽然才一百二十多斤 但是天天这样折腾我 我真的受不了 我跟唐大爷诉过苦 想让他消停点 也让我休息一下 可他却这样说我 我每个月花一万请你来 你就得顺我心意做事 不然我花这么钱 请你想福的吗 大爷的两个儿子知道后 也叫我多担待点 说回来会给我加点辛苦费 但是我心里却想逃离这里 说真的 每月过万的工资 的确很多 但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 我从来没伺候过这么麻烦的老人 事情贼多 这脾气还很霸道 我根本说服不了他 也得不到他的理解和尊重 结语 所以保姆高薪的背后 其实有很多的心酸和泪水 并没有外人所想的那么轻松和美好 希望广大雇主 都能体谅保姆的不容易 要记住 并不是你花了高价钱请保姆 就可以不顾保姆的感受 随意支配保姆 为你做任何事 人人皆平等 友好相处 互相尊重 这样才能和谐共处 故事 63岁大妈顾男保姆 每月花销尽万 儿子儿媳不满背训 我花钱买高兴 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很多人在晚年选择养老的时候 也会有不同的方式选择 而顾请保姆给自己养老 也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方式 既能够在生活中被人照顾 也能够让孩子们放心 既能够保证自己生活的自由 也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健康情况 自然深受很多人的青睐了 而在众多顾请保姆的家庭中 在前些年的时候 基本上家里的保姆 也都是女保姆为主 女人心系 对于家务活方面 也是十分的擅长 无论是做饭还是照顾人 都要好很多 相处起来也不会不方便 可是在近些年以来 男保姆的需求 在如今的社会中 也日益增长 很多的家庭 都开始选择男保姆 来照顾家中的老人生活 甚至有很多的老人 自己也很愿意去找一个男保姆 去照顾自己的生活 那么这有事为何呢? 63岁大妈雇男保姆 每月花销尽烂 儿子儿媳不满背训 我花钱买高姓蒋树人 63岁的杨大妈 我是杨大妈 我今年已经63岁的年纪了 这个年纪说实话 不上不下 说是年龄大了吧 但是身边还有一些 比我年龄还大的老人 能走能跳的 基本上不需要人照顾 说我的年龄不大吧 现在的身体 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大病小病不断 光是要灌灌 就放了一个抽屉 隔三差五的不舒服 让我觉得挺难过的 而我的难过 不光是来自于年龄上的 身体上的 更多的还是生活上的 我的老伴 在我刚退休的那两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是因病去世的 得了癌 没法治 也治不了 最后熬了一段时间后 还是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的 我就成了自己一个人生活 起初的时候 我还能够在儿子家住着 一边照顾他们的生活 一边给我自己养老 身边也有亲人陪伴 日子自然 也过得舒坦了一些 可是在他们家里 仅仅住了一年的时间 这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真的是麻烦 家里太挤了 人太多了 这人一多就很容易产生矛盾 我那儿媳妇是独生女 父亲瘫痪在床上 母亲又因为摔断了腿 没办法 只能够把他们接到了身边来照顾 一共就三个房间 这哪能住下这么多人 况且住得也不合适 我就主动地选择了回家自己生活 那时候的我还是很自在的 觉得一个人住起码自由些 想做啥就做啥 平常我也是大大咧咧的 出去打牌 出去旅游 生活好不自在 那时候的身边人 都很羡慕我的生活 觉得我这晚年有吃有喝 而且还有钱花 儿女也不需要我去操心 很是羡慕了 比起他们有些人又得帮助带娃 或者是身体不好的 我也觉得确实如此 所以生活过得更加满足了很多 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说自在 可是却少了一些热闹 每天在家里的时间 就是自言自语地说话 有太多的冷清以及孤单了 而且生病的时候 也没有个人照顾 所以趁着有一次生病的时候 我也试着请了一个保姆 那时候是冬天 出门的时候脚下没留神 所以不小心就把腿给摔断了 本来就是老寒腿 赶上刮风下雨 天气寒冷的时候就疼得厉害 也因为这是我也学着别人 请保姆来生活 毕竟儿子家里也去不了 所以还得是自己过自己的 我算了一笔账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有五千块钱 再加上我这些年的存款 有十来万 儿子每个月也会给我一千多块钱 这样算下来 我的生活足够富裕了 所以请保姆也就很正常的事情了 当时第一个保姆 还是儿子给我找的 是个女的 五十不到的年纪 做保姆这一行业也五六年了 刚顾到家里的时候 倒是觉得挺合适的 家里的很多事情 她都能够给忙活得井井有条的 做饭也不错 每天都不重样的 让我也吃得挺高兴的 一个月工资不高 也就三千块钱 每天三顿饭都是她来做 我也只管着享受 说实话 请保姆有请保姆的好处 生活上面 基本上不需要我操心 但是也有难处 尤其是我跟女保姆之间的相处 总是处处有问题 有隔阂 我看不惯她每天活少休息得多 比我还要轻松 每天的早饭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买的 然后到中午的这段时间里 她就收拾一下屋子 做个午饭就没事了 中午就在我家休息了 下午睡得起来之后 也只是买点菜 随便做点吃的就没事了 我想着让她带我下楼逛一逛 去散散步之类的 她就带我去过两次 因为她嫌麻烦 我家是三楼 每次下楼都得她帮忙扶着 那时候没买的轮椅 只是拄着拐杖 而且还得让她在身边扶着才行 结果她嫌累 就不太愿意带我下去 但是我总不能天天待在家里生活 我自己每天下楼也觉得不方便 没办法我就辞退了她 可是生活还要继续 辞退了她之后 我就寻思着再找一个能够带我天天下楼的人 这才有了后来顾请男保姆的心思 接触了几个之后 请了一个五十岁的老鱼 老鱼做保姆也已经四五年了 他之前是在肠子里上班的普通工人 人不错 会做饭 会打扫屋子 还会照顾人 为人也热情开朗 我考虑之后觉得也挺合适的 所以就请了他在家做保姆 工资要高一点 每个月四千块钱 一日三餐都是他来说 而且收拾屋子也是一把好手 家里也被他打理得很干净 比之前的女保姆还要仔细 除了这事情之外 他每天还能够带着我下楼逛逛 搀扶着我也方便了很多 他还建议我买一个轮椅 这样以后会更方便一点 我也听了 让儿子给我买了一个 虽然用得不多 但是出个门有个轮椅确实很方便 而让我真正觉得过得舒坦的 是他的性格 他性格很好 每天一到家里就说话大大方方的 他说他之前也照顾过老人 所以这方面很有经验 而且他还劝我平常多出门 哪怕是出门旅旅游都是应该的 这样能够丰富娱乐生活 丰富精神世界 而且还劝我晚年不要省着 要多懂得享受生活 跟他在一起说实话 我是很开心的 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不需要我操心 而且他每天到家里之后 也总是热情大方 让我觉得很高兴 我的生活也有趣了很多 感觉自己都年轻了不少 有两个月的花销很多 那俩月的时候因为吃饭 因为旅游的事情花了不少钱 连续俩月花钱 都差不多要临近一万块钱了 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的 钱不够了就拿自己的存款来补上 也是正常的事情了 儿子就忍不住吐槽 怪我不懂得省钱 到处乱花钱 怪我一个月的花销尽一万太多了 我在气头上跟他对了两句 本来我是要在你们家里养老的 可能一分钱也不用花 结果没办法 你岳父母的情况更不好 得跟着你们住 我这情况倒是好点 现在也不行了 请个保姆 我也没拖累你们 我花我的钱 你倒是那么着急做什么 儿媳妇却说 您是没拖累我们 但就算您不为我们考虑 起码要给您自己考虑吧 那保姆就是个骗子 哪个保姆在家里一个月得要一万块钱 她工资也就才四千块钱 就算天天下馆子吃饭 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我看您就应该换个女的保姆 起码花销少点 也省心点 我跟她说 我花的是我的钱 也没花你们的钱 我这么大年纪了 还要省几年 现在本来身体就不好 请个保姆不比你们要对我好 你们给我养老做什么了 你爸妈需要孝顺 我就不需要了 都是老人 我就不能过得好点了 儿子在旁别说 不是不能 您过得好点 我肯定也放心 但是您这花销太多了 一个月就一万块钱 这钱肯定是不够花的 我之前给您请的女保姆就挺好的 工资也少 也干得多 您非要换个男保姆干嘛 工资高 不是乱花钱吗 还被人说闲话 我越听越生气 我花钱过得自由舒坦了 我花钱花得开心 这就够了 我心里也有数 不用你瞎操心 别人说不说 闲话我不管 起码我自己知道 我的需求 女保姆一天 只会做饭打扫屋子 什么也不会干 男保姆能满足 我的生活需求 你们知道什么 而媳妇也是问什么需求 我说 男保姆能带我出去闲逛 旅游 能给我处理家里的杂事 家里有个东西坏了 也不用找人 男保姆基本上都能够解决了 女的能行吗 连出个门都嫌累 你们光想着晚年 有吃有喝就行了 可是想过我的生活吗 我总不能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吧 你们眼里光想着花钱 想过我花了钱 是我高兴了 你们倒是能带我出门转转吗 咱们凭良心说 我这几年的 养老你们进过什么校 现在还要干涉我的生活 你们倒是说得简单 我还是那话 我是花钱买高兴 你们要是不愿意 就给我养老养的高兴点也行 儿子也不说话了 儿媳妇也不说话了 而这时之后 我也不跟他们多说什么了 只是觉得自己 并没有做错什么 更没有拖累他们的生活 再说到我这几个月的花销 苏日安多了些 但是我心里都有数 出门旅游 花钱多也是应该的 而且出门两次都是我掏的钱 自然会多一些的 不过我心里觉得挺踏实 毕竟掏了钱 他对我的伺候 也更用心了些 不过这样的日子 也不打算过很久 毕竟不可能月月花销近万 我的存款也不够的 以后节省一点就好了 再说了 我也不打算晚年纯靠请保姆了 可能过段时间就会辞退了 到时候要不是自己过 要不就是去儿子家里凑合 毕竟生活还是需要继续的 写在最后 到了晚年 其实很多老人都或多或少的 会面临各种的麻烦事 尤其是在身体方面 若是稍不注意 就很容易会影响生活 若是自己无法生活的话 自然是需要人在身边照顾了 此时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养老方式 也就成为了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或是住养老院 或是跟着孩子们生活 若是这两种方式都不合适的话 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顾请保姆来照顾自己了 虽说花钱 但是却也能够满足很多老人晚年生活的需求 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 自己依旧可以当家做主 依旧可以生活的自在 不用看孩子们的脸色 也不用顾及生活在家里的不便 更主要的是生活也有所保障 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而对于选择男保姆 或者是选择女保姆的时候 倒也不必那么的过多纠结 只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 各有各的好 女保姆在生活上会更加的方便些 欣喜一些 可是在有些方面 女保姆却也不如男人 比如在出力方面 再比如生活技能方面 很多事情有男人去做的话 会更踏实一些 容易一些 也更有保障一些 做老人的 若是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选择请保姆 也是一个不错的养老方式 做子女的 若是老人的生活能够过得好 也没必要过多地去干涉 毕竟晚年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真详 勿告 事